大家好 本周的新闻也是热点很多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中美贸易战 那么中美贸易战现在目前出于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马上就要在阿根廷见面了 媒体最近几天的报道都表明 中美双方正在为两国元首的会面积极做准备 虽然一些媒体评论认为 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 可能在中美贸易战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那么我觉得是这样看 首先就是说双方领导人对话 肯定是有助于双方解决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从中国这方面来看 明年是中国与美国建交40周年 也是中国国庆70周年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从中国方面我想 不能说急于 最起码是希望和美国在贸易战这个问题上搞好关系 不然的话 你这个中美建交40周年的庆祝 这个就是说 好像就是说如果不解决贸易问题 不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这个事好像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太好谈 那么从特朗普政府角度来讲 中期选举刚刚结束 那么民主党控制了国会 也就是众议院 那么也有一些传闻出来 比如说要继续对特朗普所谓的通俄门进行调查 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查 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 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这样一个调查报告 那也就是说 特朗普总统在明年 也就是在他的任期的第三年 将面临着民主党带来的 也可以讲麻烦 也可以说是挑战 所以我想如果中美贸易战没有个结果的话 那么明年特朗普还要面临着国内 面临着党争 那么这么多问题 我想他也希望中美贸易战 应该有一个结果 而从实际角度来讲 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企业都有很大的伤害 那么前几天美国有个报告 说中美贸易战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在华投资 就在中国的投资 所以我想从中国国内的大环境 从美国国内的大环境 两国元首都有解决贸易战这样一种意愿 那么据说 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关税的清单给美国 那么现在双方正在就这些清单进行沟通 另外其实在美国内部也有特朗普的班底 对中美贸易战的解决方式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无论如何 我觉得从本人的角度来讲 还是乐见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面 我想双方能够达成一个令双方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 这是中美关系 也是中美贸易战 那么最近加州的山火 可以说引起了全世界的目光 那么最新的报道 就是说北加州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Camp 这种野火已经导致63个人死亡 那失踪人数达到了630多 那南加州马里布和千香树的大火 已经导致三人死亡 那么两场大火加起来 已经导致大概是一万多栋建筑被分毁 那么大概有30多万人被疏散 特别是这个Camp大火的发生地 这个北加州 叫做这个应该是犹太县的这个天堂镇 两万七千人口的这个小镇呢 有百年的历史 那么已经几乎被全部烧毁 那么现在很多媒体 包括这个总统特朗普也在问 这个加州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火灾 那么实际上呢 从我的角度观察呢 其实二十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 这个南加州的山火 或者北加州的山火都不断 但是一年比一年大 一年比一年造成的损失严重 大家都会问一个为什么 我的观察呢 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天气的自然状况 所谓自然状况 一个就是说这个加州这个地方呢 干旱 这个缺水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圣塔安纳风 每年有那么一次 这个风呢是非常强劲 一般翻译成这个圣塔安纳的粉风 就粉烧的粉 就说明这个风呢 每年呢都会给这个加州的山林呢 造成严重的危害 这是另外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 春风 这个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雨声 加州很多这种山林呢 当然不一定完全是 这个茂密的树木 很多都是一种棺木虫 那这种棺木虫呢 它的这个燃烧能力 它的繁殖能力也是非常强 今年烧光了 明年可能又涨出来了 所以在干旱 高温 低湿度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着火的 当然了 这是这个一种 这个自然的这个条件 造成了山林野火的频发 第二呢 就是这个政府的管理 那么这个特朗普呢 就批评这个加州政府 认为加州政府 在对山林野火这方面呢 管理不善 但实际上呢 这里边呢 可以分这么几个情况 那么就是说 这个加州的山林 一部分呢 属于联邦政府馆 另一部分呢 属于这个加州政府馆 大概这个有媒体报道说 联邦政府管理的山林呢 应该在百分之六十 那其他的呢 就是说这个是加州的 那么这就出现了这个 联邦管理的这个山林 那需要联邦拨款 那加州管理的山林呢 就需要加州拨款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但是有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每年的这个加州的预算 比较紧张 联邦政府的预算也比较紧张 可能在这个拨款 这个上呢 这个有一些这个 对于火灾的救治呢 有一些这个影响 那么因为这个每年的火灾呢 一年比一年大 那么营救的这个灭火的成本呢 也这个越来越高 这是从这个政府管理的层面呢 可能出现就是说这么问题 就是说是谁管 是联邦管还是加州管 那这个特朗普 当特朗普政府批评加州的时候呢 加州林业部门就出来说话 就说你这个加州有百分之六十 这样的一个山林呢 是归联邦政府管 那联邦政府是有责任的 而且你这个特朗普 这个减少预算 或者减少这个管理人员 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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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山林火灾的铺救呢 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措施的问题 就是说每年的这个加州 应付山林约火 这个不仅是自己的这个消防人员 林务部门出动 而且往往都是十几个州 甚至国外的这个救援队 都在帮助加州灭火 那事情发生了以后 再想起来灭火 当然这个是这个远远不够 就是说这个如何做到预防 那么预防呢 这个有媒体统计 说是加州的山林烟火呢 有百分之九十 都是人工造成的 所以人工造成的 比如说这个在山林里边 扔烟头 比如说这个野营的这些 这个跋山野营的人员呢 他的够火这个没有这个 及时的扑灭 以及这个流浪汉 这个这个在这个 就是说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 可能不胜点燃 另外呢 这个无论是南加州 北加州 这两场大火 就是这个 这个Waisley大火 和这个Camp大火 那么已经有媒体报道 说可能和这个加州电力部门的 这种这个电缆 这个出现问题有关 当然了这个呢 就是说呢 还是在这个调查当中 就是说总体来讲呢 天气是一个方面 行政管理是一个方面 那么如何预防 如何预防或者防止呢 这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可能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 这个联邦和加州 以及地方政府的层面 就如何这个控制 这个或者预防加州的森林野火 有一个整体的方案 实际上呢 这个大家都看到在电视画面上 熊熊燃烧的大火 这个可以说这个浓烟滚滚 遮天蔽日 几架小飞机呢 在那撒点水 撒点这个灭火剂 应该说是这个无济于事 所以今天呢 这个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山火呢 扑就仍在继续 那么死亡人数呢 仍然在上升 我们都感到非常的痛心 那么康康就说 这两场大火之后 这个联邦和加州政府 这个能够出台 什么样的政策 而不是相互的指责 相互的推诿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 谢谢 噢 手优优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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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需要旧 味的 现在